同學都可以依照你個人的需要 去找一張類似像這樣草皮的圖片 那你好了之後直接 我們CS5可以直接拖到這個文件裡面 我們現在在這個PSD04的一個圖檔裡面 所以你直接把它拖進來 這是新版本才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在舊版本的話呢 它會拖進來會另外再開出一個頁前 那拉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按下勾勾 先確認它已經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你就可以移動它 那因為我們要去改變材質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人物跟草皮順序上的交換 確定一下草皮是在這個人物的正上方 那我們就可以再點選一下我們的草皮 點選完草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進行做旋轉 因為我們人物啊 是屬於比較長條形的一個狀態 面積是屬於比較長條形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可以配合它 那因為草皮稍微有點變形啊 看不太出來 但是也不要變得太誇張啦 就原則上就是合乎一個等比 那如果同學真的很擔心它會有誇張變形的話 同學可以按Shift 按Shift之後呢 它就可以等比縮放 那如果說 OK那當你已經把整個人物呢 都用這個草皮遮起來之後呢 這邊呢草皮現在在上面 我們這邊可以開塗層融合 那除了融解之外呢 下面的每一個呢 你都可以去試試看 那你選到第一個之後 像這個是變暗 還在它 它還在選舉中的時候 你可以按方向鍵 按下 所以你就可以變成下一個選項 色彩增值 加深顏色有沒有 其中一個方式來去做選擇 當你在選擇過程中 你會覺得說奇怪 怎麼選都怎麼感覺都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草皮怎麼會變紅色呢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你本身的人物就是紅色偏紅 所以同學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現在呢 既然要改變材質 就要去想你現在材質是以誰為主 如果你今天是要以草皮為主的話 你就必須要放棄人物的色彩資訊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要以人物的 那個材質為主的話呢 你就要放棄我們草皮的色彩資訊 什麼什麼叫放棄色彩的那個資訊呢 就是說把它變成是灰階 只要層次就好 我們想下一件事情 人物的造型我要 它的名案我也要 可是我不要它的顏色 同意嗎 既然影像下面有個調整 你就可以選擇什麼樣 把它飽和度去除掉 這個飽和度就是彩度嘛 你去除掉彩度呢 就是等於是變成只有灰階的意思 好 那我們就可以提供我們這樣的方法 供同學做參考跟利用 你進行選擇它之後呢 它馬上就變灰階 好那當然那邊有快捷鍵 Ctrl Shift加U 那完成之後我們再來選擇它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去點選你想要的一個效果 比方說從溶解開始對不對 從這個地方你可以開始選從溶解開始對不對 又可以開始一個個的 去選擇你想要的一個效果 色彩真值對不對 這個是加深顏色 這邊你都可以去運用這樣的方式啊 去做這樣的點選跟利用 那你就發現它顏色啊 就看起來比較 忠誠於我們的原來的綠色 好像這個時光還不錯 好你就可以把它看是可以選擇它 來去做選項 那還有前面有一些類似像這種色彩真值也不錯 它顏色是比較重的 好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不管是選色彩真值也好 或是選擇我們時光也好 好這個邊緣造型呢 完全都跟我們的人物不一樣對不對 好所以不要忘記 我們剛剛已經有做完人物的區背 所以重複的事情不要做第二遍 因為你已經把這個造型怎麼樣存放在這個色板裡面了 好所以同學可以Ctrl點這個小圖 好這個遮瑟片的小圖 就會重新把這個造型怎麼樣 全選起來 全選起來之後呢 再點選到我們這個草皮的塗層 好你就可以按下塗層遮瑟片 好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完完全全怎麼樣 把這個造型給它去出來 好那完成之後呢 你會覺得說 欸好像啊 這個人物沒有什麼立體感耶 好感覺上好像該深的地方沒有很深對不對 好那淺的地方是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是說深的地方好像還好 並沒有說那麼的重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啊 是可以適當的 幫他這個我們原來這個灰階的塗層怎麼樣 稍微做一下調整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再增加這個人物的對比 好既然我們要針對是這個人物的塗層 去做這樣一個進行顏色的調整的話 我們就要選他 好選好之後 我們在這邊可以選擇我們的一個圖層的一個選項 好我們這邊有個圖層的調整的選項 那這邊選完之後呢 同學就可以試試看 好這邊有很多像色界也可以調 亮度對比也可以調 這些都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去把它的一個對比值 稍微調大一些 那我們就選曲線好了 點選好曲線之後呢 我們可以拉旁邊一點 你這邊就可以去試試看 往下拉有沒有 它馬上就會變得比較重 好有發現 那這邊可以再調整一下 讓這個對比值 一邊變亮一邊變暗 它身體馬上就會出現 所以當然你要調整適當 不要說真的落差太大 落差太大反而不好看 同學也可以試一下這個 亮度跟對比 你也可以把這個先拿掉 把不要這個曲線先把它拿掉 或者眼睛也先先關掉也可以 好這樣的話 等一下你就可以不用再重新再調一次 好 那我們可以再選擇一下我們的亮度跟對比 好選擇亮度跟對比之後 我們這邊也可以再去做選項 好比方說我把對比調大 好 它人物啊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開始又更重一點 那暗面可以變暗一些些 增加它的實在感 好 這來回可以去做一下調整 那你這邊馬上就可以稍微感覺一下 使用亮度對比效果比較好 還是你比較喜歡曲線 這當然就是見仁見智 你自己覺得OK的話當然就是OK 這有兩點不太一樣的味道 那我個人是看起來覺得說這個 亮度跟對比的話 顏色比較飽和啦 比較紮實 我們就可以把曲線拿掉 就留下我們這個亮度跟對比就可以了 好那在我們幾次的那個 我們曲線呢 跟我們的亮度跟對比調整完了之後呢 好那同學呢 就可以把它進行合併 把那個合併的那個亮度跟對比 跟它自己這一個實況那個圖層呢 做合併 好那可以節省圖層的運用 因為等一下會複製出比較多的圖 好那盡量讓它簡單化 好那這個破碎感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呢 利用我們的鋼筆來去試試看 有時候我們在效率 與我們這個藝術性之間啊 常常你可能要做一下抉擇 到底我是要快呢還是要好 還是要呢看起來是比較有 好像花過心思的感覺 好 鋼筆其實是比較好控制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 多邊形套索 都可以做出那種鋼齒狀的感覺 那我們點選到我們的那個鋼筆之後呢 好同學就可以開始啊 在上面呢 進行啊 不規則的一個 節點的一個動作 稍微有一些那種 增加它那種破碎感的感覺 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 這邊喔 先套選其中一部分 好 把這一部分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Ctrl點它一下 把這個圖層全選起來 全選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呢 去進行去一個 複製跟所謂的一個 裁切的動作 好在你還沒開始去做破壞的之前 還沒進行那個裁切之前 好 你請你啊 這個先Ctrl加D 取消選取 好先把這兩個 按Shift一起選 拉下來就可以去複製 一模一樣的一個 拷貝的圖層 那我們就可以一個一個來 好 比方說我們先把拷貝先拿掉 好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路徑這邊 點選它 Ctrl點它就會出現這個選取範圍 然後我們就可以呢 針對其中的我們其中的草皮 好比方說像這個地方 我要讓它看不到 或是看得到 你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選擇 那這個地方我要讓它看不到 那我們就可以用 給黑色 它就看不到 那同樣的啊 這個是草皮的部分 我們還有背景的地方 也要讓它看不到 所以都給它黑色 黑色現在在背景色 所以你只要在色版上面 按下Ctrl加Backspace 就可以得到像這樣的情況 同樣的啊 這個是上半身看到的 這個是我要看到下半身 所以我們這個選取範圍 可以去做一個反向選取的動作 那現在就選上半身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這個上半身這個部分的一個色版 一樣給黑色 這邊也是一樣給黑色 所以上面這邊是得到下半身 下面這兩個圖層就是我們的上半身 所以你可以用這方式啊 去得到這樣的一個去處理它 那完成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呢 比方說這兩個是我們的上半身 我們可以把它用鎖鏈把它鎖起來 它就類似於群組 所以你只要選其中一個圖層 另外一個圖層就跟著動 那我們點選到這個自由變形 那個選取工具 這邊可以顯示變形控制項 把它打勾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人物的一個位置 所以你來移移看好不好 它是拆開的 它這樣就拆開了 拆開的話 如果確定拆開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也可以去怎麼樣 去做旋轉 當我們去做旋轉的時候呢 它這個地方就可以去做運用了 那你可以再去選擇 你要的一個旋轉中心在哪邊 把它稍微轉一下 它就會有所謂的一個拆開的一個情況 用這方式啊 它就有破碎感 這樣就呈現出來了 這邊完成之後呢 特別注意還是需要讓它有些地方是怎麼樣 有接著的感覺 不要說整個都破開 破開的話就感覺上就整個都自己破碎了 稍微還是要讓它有完整性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勾勾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幫我們這個破碎掉的一個身體 加上一點厚度 可以增加它的一個真實性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利用我們的一個 鋼筆工具來去做一些利用跟揣摩 那這個地方我們可以開啟一個新的塗層 那這個塗層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在上面 先進行我們的一個鋼筆的繪製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只要稍微有一些錯開性的一個線條 像這樣也是不規則的 有些互高 有些互低 然後有些是沒有的 有些是 像這個這個地方就完成 對不對 完成之後呢 我們當然去準備好我們要的一個草皮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進來 去放在你現在剛剛新開的這個塗層裡面 那這個位置你可以稍微做進行縮放 這要符合到你現在要放的一個大小裡面就可以了 可以看得到它就可以 可以用這方式稍微進行一下這個樣的一個利用 完成之後你就按勾勾 讓它是完成變形 剛剛所描繪的路徑呢 Ctrl點它一下 它就變選取範圍 那這個地方呢同學一樣記得 這個選取範圍呢 如果你要被遮射片的話 是選取範圍內會保留 選取的範圍外會被遮蔽 所以點選到它之後 你就可以按下我們的一個 遮射的一個動作 它馬上就顏色就進去了 可是進去之後呢 它其實顏色啊 深淺還是會有點淡 所以我們可以幫它加一點點的一個 比方說它的一個 深淺跟明暗的光源效果 那當然如果說你覺得對於一些造型不是很滿意 你也是可以在表面就介紹這個多邊形套所好了 像這個地方我想要讓它再有一些破碎的感覺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以再稍微進行一些 點選跟利用 然後針對它呢 給黑色就可以把它遮起來 所以這邊又多了一些有沒有 那我們再來呢就可以點選啦 在這個乾草皮上面 再新增一個塗層 那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塗層呢 然後在拉漸層之前 漸層我們用黑白來拉 那我們可以先選擇我們要的漸層的一個效果 比方說我們可以先從黑色漸層到透明 那我們可以用放射裝的漸層來試試看 然後在拉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借下面的折射片 Ctrl點它一下 讓它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拉 我們先把它取消好了 你可以先從這邊去拉拉看 讓它是 是不是有漸層的一個效果 那像這個地方是中間比較深 旁邊比較淺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是做反向的動作 它這個地方方向就會變相反 所以我們可以從中間是怎麼樣 比較淺 旁邊是比較深 可以用這方式來去做揣摩 可是這樣一拉下去的話變成怎麼樣 它全部都是在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屬於那個比較深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Ctrl點它一下 接下面的折射片來去揹你現在這個漸層 那它這個有這個地方 會怎麼樣 變成是比較重的 可以用這方式來去做利用 那當然這個黑色是不要那麼重 你自己可以決定 不然我們可以變色彩增值 然後把不透明度呢 再稍微變淡一些些 那它是加上有一點層次就可以了 不用不見得說一定要用那麼黑 因為用那麼黑感覺上會有點髒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馬上就已經幫它加上了厚度了 好那當我們的圖像呢已經合成的差不多之後呢 最後我們就開始要加上我們的一個 Logo跟我們的Slogan 那我們一樣去找到我們的一個資料夾裡面去 好然後這個是 因為這個Logo是我們Illustrate畫的 那Illustrate畫完之後呢 你可以儲存成EPS 那儲存成這個EPS之後呢 你其實就可以直接用我們的那個 直接拉到我們的Photoshop裡面去 它會造成是一個透明背景的情況 好這非常迷人 好可以直接點選它 那麼移到最上面去你會發現說 它確實是屬於一個透明背景 好這非常棒 那當然你這個尺寸 好大小你可以稍微再做一下調整 好放到你適當的位置 那我們剛才有講說它希望說是從這個缺口 好跑出來的 那當然呼應一下讓它天地左右有一點點間距 好但是也不用特別大 好那適當的大量留白 有時候會讓這個你的主題啊會更明顯 好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或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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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